我国在抗疫这条路上走了一年半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行动管制令 似乎还是没有办法真正压下疫情 单日确诊病例更是一再的突破一万宗 那一些民众就因此质疑政府抗疫不力 而昨天下午就有大约20名来自不同政党的成员 在吉隆坡独立广场进行了一场名为 政府失败的集会 以行动来向政府喊话 只见一行人拉着黑色的横幅 手里高举着黑色旗帜 还在地上摆放了五个用白布包裹的尸体玩偶 随后警方立即派出了警员 勒令集会者必须疏散 而集会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件 过程大约只是持续了十分钟 来到今天就如金马警区主任莫哈莫在那 昨天晚上所预告的 他们传照了三名主办方的负责人 盘问了三个小时之后 向他们三人个别开出2000令吉的罚款 而赛莎迪所属的青年党Muda 叫后也发文告声援他们 只这些人在不到24个小时之内 就被警方传照并且罚款 这与部长还有政治人物 他们所犯的错误来相比的话 可以清楚的看到双重标准的差别待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